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年迈的老人颤颤巍巍的前来 只为了看看那个能用歌声打动人心的年轻人 有情侣手牵住手 踏上这场音乐之旅 还有父母带助孩子来听这场意义非凡的演唱会 在这些人群中 有的来自一国他乡 有的甚至听不到声音 但他们依旧为周深而来 志愿者感叹道真正的男女老少通吃是什么样的 就是周深的现场 更令人动容的是 周深的粉丝不仅仅限于听觉健全的人群 甚至有不少聋哑人也被他吸引 他们或许无法听见周深的歌声 却能从他的眼神中感受到温暖 志愿者分享了一个细节 我认为这是因为周深有双会说话的眼 他能让聋哑人感受到世间的温暖 在演唱会上 志愿者看到聋哑的粉丝们虽然无法听到歌声 但每当周深露出笑容时 他们的脸上也会绽放出喜悦的笑容 即使是通过简单的动图 也能让这些粉丝产生共鸣 仿佛周深的笑容能传递出某种无声的力量 让所有看到他的人心情愉悦 他继续说道 每次看到周深在舞台上绽放笑容 我们这些志愿者和粉丝们都觉得一切的辛苦和等待都值得了 这样的感动和温暖 不仅仅存在于他的歌声中 更在于他作为一个人散发出的真诚与善意 周深的演唱会不仅仅是一场音乐会 他更像是一场心灵的交流 是一场充满爱的盛宴 来自五湖四海的粉丝们因为对他的爱与支持而聚集在一起 这种双向奔赴的爱让人心生感动 9月的杭州 因周深的歌声而变得更为温暖动人 他用歌声治愈心灵 用笑容点亮夜空 也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一种爱是双向的 是不求回报的 是纯粹的 他的每一场演唱会都是一次爱与温暖的传递 让人不禁感叹这位歌手究竟有多大的魅力 对于周深的粉丝来说 每一次相聚都是一场幸福的重逢 而这位歌手也在用他的方式将这份爱回馈给每一个支持他的人 期待着未来更多的感动与美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